国内原物料上涨 担心学生营养午餐菜色也跟着缩水 市议员陈怡在市政总质询 替家长发声 营养午餐的部分 那现在在我所的信义区的 深美国小 他们现在的营养午餐 他们吃得好吗 因为原先呢 就是也有家长反应 就是因为原物料上涨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们觉得 是小朋友觉得啦 回家的时候 当然是妈妈煮的比较美味 都是在嫌弃学校的 营养午餐的菜色 那现在关于就是 全市基隆市的 就是有提供午餐的部分 那现在是 有没有做一些改进 针对物料调长 政府教育处说 相关的补贴措施 政府都有反映在 学校的菜色上 因为原先我们的 这个午餐的费用 大致上是39点一块 那中央会有补助 三张EQ的费用 大概是从六块 现在已经调整为十块 所以原则上 菜色应该会相对丰富 另外呢 市府这边也考虑到 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形 在市长的同意下 我们也这次 这个学期 这个学期我们要额外补助 它的乳品跟水果的费用 五块钱 另外配合农委会这边的政策 如果我们供应时班约的 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会达到这个 一餐达到62块的这个费用 那第二就是说 先前这个小朋友 午餐吃的 先前可能会有一些抱怨 那个可能是因为 深美国小 先前是在进行 这个午餐厨房的工程 那现在厨房工程 全部都已经改善完毕了 那我们先前也特别到 上个月也特别到 深美国小现场去看 那厨工 厨工们都认为说 现在的环境也很好 那我们也有现场 吃他们的菜色 那认为我们的菜色 应该是可以满足 学生的需要 那另外呢 如果学生还有任何的反应 觉得菜色不好的话 我们也会组成一个小组 来入校辅导 另外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 我们的三海神厨的一个竞赛 那这个竞赛 我们也是以营养午餐的 这个费用跟菜色作为基础 那希望说评选优胜的 这些得奖的厂 得奖的这个学校的 厨工的菜色 我们也可以推广到 学校里面去 此外 陈姨也亲自到深美国小 和孩子们一同用餐 听取孩子们的意见 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也有到就是深美国小 跟他们一起共餐 其实小朋友跟我反映的是 他们其实喜欢吃的是 咖喱饭 还有一些炸鸡排 炸鸡块 希望这个也之后 可以放在那个菜单里面 因为毕竟小朋友在 发育的过程 都是喜欢吃 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希望是在 处长你在内部 在做调整 看看能不能 就是有时候 会让小朋友 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意大利面 那些都是小朋友 会很喜欢的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 处长请坐 那